你们不要给我找妈妈了 我不要她 我这辈子只和你们在一起 在我眼里在我心里 救公救婆比妈妈好 这是辽宁卫视一档节目完美告白现场 一位21岁娃娃女孩的深情告白 彼时21岁的女孩 无论是从面貌还是身心看 都只有五六岁的样子 而她仿佛逆生长一般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 随着女孩救公救婆的现场讲述 女孩返老还童的神秘面纱 终于向世人揭开 幼时患病 药时无一 母亲抛弃 父亲早逝 在这个彼时仅有21岁女孩的身上 经历了许多人或许一辈子 都不会经历的事情 回想起女孩的过往 救公救婆的心里 依然还是生生的疼 那么在这个女孩的身上 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 不老女孩后续的人生又该何去何从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女孩名叫曾玉山 1994年6月20日 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 作为家中的独生女 曾父曾母给了小玉山 无尽的关怀和疼爱 本以为小玉山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可命运的齿轮突然咬合 给了这个家庭重重一击 2001年 只有七岁的曾玉山突然衰老如老父 面对女儿患此怪症 曾父曾母忧心忡忡 却也无可奈何 求疑问要数月仍不见好转 而此时家中已无多余的钱财 可供小玉山看病 那时的治疗费用极为昂贵 曾玉山的家庭渐渐对此不堪重负 曾母便在那时萌生了离他而去的想法 起初曾母还念着夫妻情意 曾这样劝阻曾父说 别致了我们还年轻 如果他死了我们就再生一个 听到这话 曾父气急攻心 他无法想象此种诛心的言论 竟然是从一位母亲的嘴里说出来的 随后两人大吵了一架 父母的这次吵架 曾玉山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 那是我记忆中父母吵得最凶的一次 我知道都是因为我 曾玉山这样回忆到 而这次吵架更加坚定了曾母离开的决心 吵架不足越鱼 曾母就提出了离婚 而曾父自知挽留不住断然同意 随后两人便办理了离婚手续 曾玉山至今还记得母亲离家的那个午夜 她拉着箱子 头也不回地推门而去 当时我就站在门口 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就离开了 离去的曾母很快组建了新的家庭 有了新的孩子 她不再关心自己那个年幼患病可怜的女儿 仿佛那不是自己的骨肉一般 在她眼里 曾玉山只不过是个累赘而已 但这一切曾玉山起初并不知晓 她只知道妈妈有苦衷才离开自己 这也是救公救婆后来告诉她的理由 救公救婆之所以这样说 是害怕曾玉山知道实情后会伤心难过 可她的亲生母亲却从未想过女儿的感受 现在想来是多么地讽刺可笑 玉山虽然没能拥有母爱 但却拥有了完整的父爱 她的父亲从玉山出生开始便从未嫌弃过她 甚至直到生命的尽头也还在保护她 眼看女儿的皮肤越来越干 越来越皱 头发也开始脱落 渐渐发白 曾妇看着女儿日益老去的容颜心急如焚 她总会在夜里从梦中惊醒 而后久久无法入睡 起初 曾妇还天真的以为是自己缺了孩子的营养 于是赶紧给孩子炖鸡汤 吃营养品 但这些方法一点效果都没有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玉山变成小老太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 封建旧社会的思想认为这是撞了鞋 曾妇为了孩子也不得不信 随即找了几个大师来做法 心里日日虔诚祈祷 但最后这个办法自然也没有见效 玉山的身体随着日子的增长 情况也越来越不好了 时间来到2011年 此时玉山已经17岁了 17岁的曾玉山较之前 病情更加的严重 人也越来越矮小了 不仅如此 之前松弛的皮肤似乎紧致起来 并逐渐回到婴孩时期的状态 大家纷纷亚异于这种变化 之后不老女孩 返老还童 天山童母等 魔幻词汇不绝于耳 这么多年 曾妇无一刻不再想着治好女儿的怪病 但由于当时的医生还没有这么尽量 大小医院虽然看了不少 但依然没能查出小玉山患了什么病 并不见好 积蓄却很快花光了 大医院的费用王贵 曾妇根本支付不起 只好从日常生活中省钱 还记得有一次 曾妇背着玉山在街上找工作 找了一整天下来 也没人肯收留 这个带着孩子的男人 此时的她背影已经有些勾搂 摸着口袋里叮咚作响的硬币 犹豫了好久才买了一个馒头吃 那是她一天下来吃的第一顿饭 由于玉山需要人照顾 找不到工作的增付便只能沿街乞讨 乞讨来的钱也只是默默存下 留着给玉山看病 平时饿了她就去垃圾桶捡吃的 渴了就去公共厕所的水龙头喝一点 就这样度过了许多年 可就是这样一位善良朴实的父亲 却屡屡遭到命运的裹挟 这一次死亡之神悄然来临 留给她的时间屈至可数 2013年一日清晨 曾妇照常来到街边乞讨 却突然咳嗽了起来 伴随着咳嗽曾妇吐出了鲜血 年幼的玉山根本不懂这意味着什么 她那时的智商仅仅只有三岁 曾妇自己却十分清楚 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唯一的心愿就是有人能照顾玉山 此时能想到的人也只有孩子的母亲 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 前妻的心早已被离 面对这对妇女 她必如蛇蝎 生怕沾上一点关系 尽管曾妇多番联系 但一切如同时辰大海 没有溅起半点水花 直到2013年下半年 曾妇拖着孱弱的身体在破旧的小屋中坚持了许久 也没能等到前妻的回信 看着眼前弱效无助的女儿 不禁红了眼眶 最终胃癌晚期的曾妇独自握在病榻上死去 在临死之前曾妇还在带着玉山沿街乞讨 只为了给女儿存下一点治疗费 而对于玉山的母亲 她也只是笑笑说我理解她 曾妇去世两天才被邻居发现 当邻居推门进来才看到除了死去的曾妇 还有个孩子坐在地上不知所措 后来曾妇的一位朋友曾带着玉山去找她的母亲 但是曾母并未开门并拒绝见面 无奈这下 曾妇的这位朋友便把玉山带回了自己家中 随后四处打听玉山爷爷居住的地方 而好不容易找到的曾爷爷却也不愿意接纳她 实在没有办法 政府就给了一笔生活费 将玉山安置在她旧公旧婆家 自此玉山又感受到了家的感觉 这种温暖是她许久未曾感受到的 王世贵和胡舒华是玉山的旧公旧婆 收养玉山时已经六十高龄 本已没有精力照顾孩子 但心地善良的他们始终不忍心玉山在外流浪 接回孩子后 旧公旧婆对待玉山也极好 心疼她这些年持的苦 也心疼她的绅士 但周边邻里却不太理解 王世贵夫妇所做的事情 您二老都要一养天年了 养她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老两口想到光是养她还不够 他们迟早会比孩子先一步离开 到那时还有谁会愿意照顾她呢 就这样两人便商量着要完成增负的遗愿 带玉山治病 2014年 他们踏上了寻衣的路途 先是去到成都 接着去广东 最后辗转来到了北京 一路上所有的医院对玉山的怪病都无从下手 纷纷摇头 但王世贵夫妇并没有放弃 在他们的眼里 自己已经年老 没什么好担忧的 钱已经是过眼云烟 线下唯有无愧于心才好 来到北京后 这是老两口最后的希望 好在北京的医院终于查出了玉山的病因 经过全面的检查 医生发现 玉山脑部的垂体上长了一颗肿瘤 这颗肿瘤虽然不是很大 但却抑制了玉山身体内生长激素的分泌 这才导致了玉山越来越老态 智力也越来越低下下 医生说如果早些年就做手术切除 玉山的身体或许早就康复了 但王世贵夫妇表示 并非是他们不想带孩子来 而使孩子身世太过坎坷 母亲抛弃 父亲过世 但或许如果她早些懂事 反而要承受这许多的悲伤痛楚 晚了一点就晚了一点吧 只要能治好 我希望她过得开心些 舅婆看着玉山 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她的头 眼神尽是温柔与爱恋 医生对于玉山的遭遇也十分同情 更加感叹于王世贵夫妇的无私 随即表示会竭尽全力救治小玉山 检查结果出来后 医生感叹玉山人生的第一次幸运 这么多年过去肿瘤竟然从未扩大 这样一来只要手术切除 后续经过治疗便会改善很多 小玉山有了生的希望 老两口十分欣慰 王世贵夫妇无私收养患病儿童的事迹 也被报道到了网上 许多爱心人士第一次了解到玉山的这种定证 得知玉山有救之后自发进行了捐献 玉山救公一直是沉默不善言辞 记者采访她时 她也是摆摆手让玉山救婆讲 自己则去斗小玉山 玉山救婆眼含热泪地说道 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好心人多 不论怎样我一定把玉山治好 有了资金 玉山很快便进行了手术 手术后也恢复得很好 医生给玉山注射了生长激素 慢慢地 玉山褶皱的皮肤也变得越来越光滑 还长出了新的黑发 智力也恢复到了七八岁 看着玉山逐渐康复 王世贵夫妇又开始琢磨着给玉山找母亲 希望自己百年之后 曾母可以替代他们照顾玉山 而这些想法 曾玉山从来没听旧公旧婆说过 但老两口也只是来自农村的农民 想找到曾母 并让她回心转意 照顾玉山谈何容易 恰巧当时辽宁卫视有一个节目 老两口便想着借此找到曾母 2015年完美告白的舞台上 王世贵夫妇以为 曾母是担心孩子的病还需要钱 才不愿出现 于是便在节目现场隔空喊话 珊珊的病已经好了 如今可以自力更生了 孩子就是思念你了 你就来见她一面吧 说着这些话 舅婆已经湿润了眼眶 她是大心底里疼爱玉山 也可怜这个孩子 但即便如此 还是没能呼唤回玉山的母亲 后来节目组成功联系到了 玉山的母亲 电话在嘟嘟几声后接通 可对面的女人却让玉山 感觉熟悉又陌生 曾玉山还没来得及 喊出一句妈妈 对方便先行表态 曾母说到自己已有家庭 希望玉山别再找她 她也并不想见玉山 此时的玉山听到这些话 已经泪流满面 终于面对了 被母亲抛弃的事实 救公救婆赶紧上前抱住玉山 玉山哭着喊道 我不要妈妈了 我只要救公救婆 最后三人搀扶着走下了舞台 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家 只有那里能带给玉山温暖 医生说后续只要继续 用一段时间的药物 玉山便可以恢复地 与常人无异了 王氏贵夫妇看到玉山的改变 心里也十分欣慰 对玉山的父亲总算有了交代 玉山23岁时 面容已经恢复到了 十四五岁的样子 情况也越来越好 直到玉山已经能够外出赚钱 老两口才是真的卸下了重担 懂事的玉山深深地明白 自己的第二次生命 是救公救婆给的 所以她暗暗发誓 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 外出赚钱回家总是先给救公救婆买东西 逢年过节也一定会给孝敬钱 周围的邻居也羡慕地说 还是好人有好报啊 如果没有他们的善心 也不会有今日自力更生的曾玉山 而曾玉山一生的开始虽然是悲凉的 结尾却是幸福的 工作后的玉山遇见了自己人生的另一半 她叫朱元 2019年5月16日 朱元在天津卫视一档节目上 为曾玉山展现了童话般梦幻的求婚现场 两人曾患过同样的病 或许是心心相惜 也或许是命运注定 在朱元下跪求婚的那一刻 曾玉山袭击而泣 同年十月两人顺利成婚 婚礼上主持人问道 你愿意与你眼前这个女人结为夫妻 不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 你们都不离不弃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吗 朱元的回答是 我愿意时隔三年 我们已经无法从网络上得知 曾玉山的确切消息 但确信的是 此时的曾玉山一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或许她和朱元已经有了爱的结晶 总之 祝愿他们幸福安康 一切都好